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我们的颜色不是同一点 可是我长得比较与众不同 所以我们俩是红 你是红得发紫了的意思吗 红发蓝 今天也特别感谢何炯老师的大驾光临 你知道从台下到台上 我们今天的来宾都是贵宾 非常贵 所以我呢也要再次代表爱琪的三千多家人 对于今天到场的各位来宾 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再次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和陪伴 同时更要感谢的就是数以亿计的网友朋友们对爱琪的喜爱 谢谢大家咯 摸摸答 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下一组偶像登场之前 让我再一次听一下现场各位的尖叫声 你们的热情在哪里 好 谢谢 接下来呢我们的颁奖继续 接下来的这组奖项 我们将会表彰这一年来凭借好作品成为行业典范的各位优秀演员 掌声欢迎颁奖嘉宾 著名主持人导演何俊老师以及亚洲名模演员水源西子 欢迎两位 大家好我是何俊 大家好我是Kiko 我们Kiko有很认真的学那个叫请看大屏幕 我们听他来讲好不好来 请看大屏幕 年度人气演员杨阳正爽 恭喜杨阳正爽掌声有请二位 有些人只见一眼变数万年 比如说杨阳在盗墓笔记当中饰演的张启麟 有些人呢微微一笑奏势倾城啊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小爽 我们有请两位跟大家分享一下此时的心情 谢谢 谢谢 很开心 谢谢爱琪搬这个奖给我 我会继续努力 谢谢 我也是 感谢爱琪 还有一直支持我的人 谢谢他们的关心 而且我会努力地做自己破阴了 太激动了是不是 再次掌声送两位 小爽 和你的人气一直一路飘红的 还有你的减肥事业啊 所以很多的网友都说 担心你拍戏怕你扛不住 会不会太瘦 所以现在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关心你的朋友们说 其实也还好啊 自己扛得住是不是 杨阳 杨阳 你作为本场的 应该说你也是当家人 为什么 因为你是爱琪最新的VIP品牌代言人呢 所以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首先很亲切 对 虽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尖叫之夜 对 但是我特别亲切很暖和 而且我今天给郑爽 何老师还有水源西子 准备了一份特别小的一份小礼物 哦 是什么 就是尖叫之夜特别定制版的明星专用版的VIP会员卡 今天有带到现场来是不是 有有有 而且上面会有他们的名字刻在上面 哇 来我们赶紧看一下这份特别定制的礼物 有请杨阳为三位来宾奉上你这么贴心准备的礼物